他太好了 国家正是设立教育的机构 由官员来执行来推动 这个应该是在摇顺 我们在上书里面看到 摇望 设立一个官员叫司徒 管什么呢 管教育 可以动教育 叫什么东西呢 就叫这四个科目 这四个科目从那个时候推动 一直到清朝 清朝末年 教学的宗旨 教学的方向目标都没有改变 这个是 老人的经验 老人的智慧 老人的方法 老人的辰传 那么发展到后代 我们算从清朝讲起 乾隆 编这个最大的一套丛书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 你仔细去观察 哪一部书 违背这个原则 刚才讲的十二个字 孝提忠信 礼仪廉恋 仁爱和平 哪一部书 违背 没有 换一句话 这十二个字 是中国文化的总纲领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是它的大本 如果每一个人都修习 我们起心动念 不违背 这是十二个字 我们的言行 不违背 这是十二个字 人缘是圣缘 每一个家庭 那是幸福美满的家庭 社会是和谐的社会 是爱的社会 天下 是平等的天下 和平的天下 真能做得到 不是假的 这就是老人家